台湾汉光演习正在进行 岛内多家媒体13号转载了美国军事专家 艾克斯在福布斯杂志当中的文章 文中提到解放军若想拿下台湾澎湖 将是重要关键点 并称台军在澎湖常驻的部队有6万人 但事实上此外言论完全与事实不符 闹出了大笑话 不少人嘲讽美国这位所谓专家真是昏了头啊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3号报道 艾克斯在文中声称 澎湖防卫坚固不亦攻取 其坚持的每一小时都有驻台湾动员 号称总数200万的后备军人 以及美军师员 此言一出随即引发各界舆论嘲讽 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靖直言 不要看到杨和尚就昏到完全相信他念的经 澎湖常驻6万人的部队 光是这点就完全偏离事实 那么澎湖到底有多少驻军呢 根据公开信息 台陆军在澎湖共有4个营加上直属部队 海军有146舰队等 全岛驻军不过也就8000人 那么这位所谓军事专家的艾克斯 到底哪里来的勇气敢这么说呢 事实上艾克斯不仅是军事记者 还是一名电影制片人 曾经在叙利亚 伊拉克等地采访 但报道引发颇多争议 如今这位电影制片人 在福布斯杂志上撰写的文章 显然也有点迷幻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 今年台湾社会的问题之一是 只要看到有外国人发表所谓 大陆难以征服台湾的言论 立刻视如大师 艾克斯的文章就是一例 问题是 即使在台军 拥有60万人的时代 澎湖驻军也从未到达 6万这个数字的一半 如果以为幻想自欺欺人 便可以赢得战争 就只能用愚蠢来形容 台湾网友对此倒是看得透彻 有人说 拿个美国军事专家的文章 我看是收钱文吧 200万人还来不及集合完毕 我看战事就打完了 还有网友说 艾克斯说得没错呀 澎湖有6万个稻草人呀 是用来借鉴的 我看战事就打完了